什麼? 什麼意思? 可以再說嗎?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進入一個新的單元 那這個單元是比較短的影片教學 今天的主題是 你說什麼? 那其中影片我會分成 半語的型態跟 近語的型態 各位都準備好了嗎? 各位! 準備好了嗎? 今天在對話中你想要跟對方表示 你說什麼的時候 你可以有四種表示方式 我會先講半語的型態 然後接下來講近語的型態 第一種非常簡單 其實各位 一定都知道 是什麼呢? 沒錯就是 或者是 在韓文 它是半語 像我們中文很容易會回答對方 小心不要亂用喔 他們會覺得 你為什麼要對我說半語 各位跟著我一起聽聽看 嗯? 嗯? 或者是 喔? 喔? 那麼在近語的型態呢 你可以怎麼說呢? 近語的話也非常簡單 相信各位也都知道 就是 呢? 或者是 也? 也? 呢? 的話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長 不過也?也會有人說 那麼各位跟著我一起聽聽看 好 那我們進入第二種 一樣我先講半語的型態 你說什麼? 柏拉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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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他們可能會講 柏拉菇 柏拉菇 原本的字應該是 柏拉菇 但是 他們習慣把 鼓唸成 鼓 所以就會變成 柏拉菇 就看個人習慣 你可以回答說 柏拉菇 或者是 柏拉菇 柏拉菇 好跟著我一起聽聽看 柏拉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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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柏拉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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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語的型態 就會比較長一點 你可以跟他說 柏拉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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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可以跟客戶 或者是 不認識的長輩 柏拉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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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跟著我 一起聽聽看 柏拉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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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拉菏 那麼進入第三種 這是什麼意思 柏麋 柏拉菇 這樣是伴語的型態 柏麾 柏麗 柏麾 柏sen 這是什麼意思? 好跟著我一起唸看 那麼淨語的形態呢應該可以怎麼說呢? 一樣他也是一個非常有禮貌的說法 在這裡我簡單解釋一下 它就是 말的禁語 好各位跟著我一起唸看 您說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再來最後一個第四種是請重新告訴我一次 他一樣是伴語 好各位跟著我一起唸看 那麼淨語呢? 就一樣會比較長一點 因為他是一個很有禮貌的說法 所以你可以說 很長對吧? 那在這裡還記得我剛剛講的 它是 말的禁語對吧 您可以再為我再說一次嗎? 的意思 那麽 既然是 말的禁語 麻辣达的禁語 就會是 말씀 まだ 這樣各位可以理解嗎? 再唸一次喔 再唸一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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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囉 各位 不知道各位對於這樣子的短影片 這有到短嗎? 怎麼突然覺得好像也沒有很短 就是對於這樣子的影片 覺得還OK嗎? 學習上會不會覺得有點困難? 我今天念的比较快 就是以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念的语速来教各位 那如果觉得有点太快的话 看看要不要就是把影片调慢一点 有没有什么想要学的日常的对话 也可以欢迎留言告诉我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咯 如果你喜欢我这样子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按赞 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你想要支持我的影片教学的话 也欢迎使用 超级感谢 赞助我一杯咖啡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咯 掰